大家好,这里是训飞翔 来看一下 好多人说这个手上起飞跟手上降落 今天我们拿玉三来做一下演示 玉三可以说是精灵跟玉系列里边 最难手上起飞的一个 因为他的这个腿都说也向下的 所以我们手上起飞的时候 不能像其他款一样 手这样子拿 我们一定要伸手高举过头顶 然后启动 运机 往上伸 感觉到有拉力之后我们才能松手 千万不能一下子就放手 要是一下子就放手的话 他可能会立马就砸下来 好,然后是手上降落 手上降落呢 一样的 我们手一定要这样子形成一个平台 让他去降 让他先识别到我们的手 稍微上升之后我们再下降 并不是我们去抓他 也不需要让他反过来 就让他以为我们的手是地面就可以了 让他作辞来